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门的伙伴可是来了个措手不及 不知道 我开始起来没这么冷 家里 家里不冷 家里舒服 不倒是那样的 俗话说 一场秋雨 一场寒 现在已经到了深秋 伙伴们过冬的装备都预备的咋样了 我看咱们做的准备挺充分的是吗 还是 都怎么准备的呀 后衣服后衣服的 棉衣啊 棉袄啊 额罩啊都准备好了 里边就发现了 就是加热的是吧 对 加热这种 这样能防止就是中山那时候过老 对 算后衣服的吧 可能这里头就开始 衣服后衣服已经准备出来了 怎么脑还是怎么来的 一点点厚 室外降雨降温 伙伴们要给大家伙提个醒 我注意刚下完雨 万一要入爬呢 就小心点防暖的 分头上多加点衣服 大家别感冒 可以缩点 别冒暖的 注意好保暖的 都感冒了 就能给感冒了 血头 对不对 就酸点喂孩子 注意保暖呗 嗯 然后 因为这有天容易 孩子容易感冒发烧 还是在注意保暖的 今天是真冷啊 不过我跟你说 这才哪到哪呀 冬天还没到呢 头几天咱们节目里边 不提过一嘴吗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 预计10月进入拉尼纳状态 并于冬季呢 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 拉尼纳事件 鉴于2020到2021年秋冬季 曾出现拉尼纳事件 那2021年将是双拉尼纳年 通常说啊 受拉尼纳影响的一个冬季 北半球极端冷事件 发生的频率是增加的 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 气温偏低的概率是比较高 拉尼纳这个词啊 仅次于鄂尔尼诺了的 它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 一个淘气的小女孩 是吧 也总听着 那什么叫拉尼纳 拉尼纳现象啊 就是太平洋中东部海水 异常变冷的情况 那它怎么就异常变冷的呢 这个起因呢 是东南信封 把表面被太阳晒热的海水 吹向太平洋的西边 就导致呢 西部比东部的海平面 要增高将近60厘米 大米多 然后这时候呢 表层的这个水呢 已经吹走了嘛 热吹走了 哎 西部海水 这时候温度是增高的啊 气压是下降的 潮湿空气积累 形成了台风和热带风暴 那东边 上面这个热的吹走了 那底下的这个凉的水 就翻上来了 就导致东太平洋 海水是变冷的 说白点啊 就是拉尼纳 就是让气候变冷的现象 是咱们感受啊 正兆 就是一边形成飓风 暴雨 还有严寒 跟这个厄尔尼纳 是正好相反 在这个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因素呢 就更加复杂了 除了拉尼纳事件外 还有这个北极海冰融化 欧亚积雪变化 以及其他海域的海温异常 这些因素影响 就预测啊 说今年冬季 北方等地区的气温 较常年同期会偏低 可能出现极端天气 那所以说伙伴们 咱还是得准备充足 才能过冬 有伙伴说了 说我现在就怀疑 春装和秋装 完全就是时尚业的 这个编织的消费谎言 除了你说你看着好看 其实一年里边 这根本穿不上两天啊 因为这个世界给我感觉 它需要的明明只有 短袖和羽绒服 真像了啊 真像了 特别是东北 春脖子短呢 是吧 感觉刚脱羽绒服 就换半袖了 什么风衣啊 皮夹克啊 没上身呢 天就暖和了 一般来讲 你说这 那个风衣和皮夹克 你得抓紧穿 是吧 要不你就穿不上身了 秋天也是 多少女伙伴 下西服 没穿几天 这就冷了 眼瞅过完这个月 就要给气了 就要立冬了嘛 今天这不又有一个话题 说挺火的 问 你的入冬四件套 准备好了吗 入冬四件套 伙伴们感觉都得是啥呢 有伙伴说说 看我的 正宗东北入冬四件套 烤地花 热糊的 糖炒栗子 冰糖葫芦 热奶茶 哎呀 这几样东西 除了我跟你说 浑身都感觉暖和活的 还有伙伴说 说你这个四件套 一点不硬 看我这四件套 炖白菜 炖豆腐 炖粉条 炖小筋 哎呀 这菜太硬了 还有伙伴说 入冬也不能光吃 我感觉入冬四件套 应该是棉袄 棉裤 棉鞋 和暖气 就是有点太保暖了 这位朋友 还有一个伙伴 特别无助就问 说 我的入冬四件套 咋跟别人的不一样呢 他的入冬四件套 是啥呢 感冒药 扎底瘤 小纸抽 摆开水 这回复一出来 下边老多点赞的了 我说咋的 在我脑袋上装监控了 就是这四样啊 我感冒一个星期 还没好呢 还有一个伙伴回来 说啊 你们入冬需要四件套呢 我一件套就够了 刚找到对象 能给我整个世界 这扎心了啊 多少人都说了说 别说对象啊 这棉袄棉裤还没到位呢 只能捧着烤地瓜崩溃了 那么你觉得 哪些才是真正实用的 过冬必备好物呢 大伙纷纷就安利自己的 入冬必买的清单啊 都有啥是一个过冬必备啊 这几天没有暖气 有人说说 这个没有暖气的时候 电入的 那必须得点上 还有人总在外头走路停车 暖宝宝 也得背上 还有对伙伴说 自己需要护手霜 润唇膏的 你这么一说啊 哎呀 感觉白茫茫的冬天就要来了 伙伴们也说一说呗 你的入冬四件套是啥 你感觉什么是冬天必备单品 微信平台上 咱们一起来唠一唠 我在后台等大家 明天呢 是个人信息保护法 就要正式实施了 小区物业 设置这种人脸识别的 这种刷脸 大伙进小区的刷脸 这个事 不能强制 更不能滥用 这两天 中国消费者协会 也紧着发布提示 具体是咋说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28号那天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 督促小区和经营场所 严格限制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 啥意思呢 专家解释了 明天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 大伙进出小区和经营场所 物业和经营者不能强制设置人脸识别 中消协在提示中强调 不能把刷脸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 进出小区设置人脸识别 要争得大伙同意 忠心思想一句话 不能强制 更不能滥用 要给大伙更多的选择 人脸识别技术越是给力 个人信息 隐私安全 越是不能马虎大意 事关安全 咋强调都不为过呀 这两天 四川酒寨沟景区 在大伙的朋友圈里刷屏了 整个十月 大自然在酒寨沟打翻了调色盘 清澈见底的湖面 层林尽染的树林 近处的美景 俨然已是一幅泼墨大写意 加上天空作美 当地刚下了场小雪 远处银庄素果 恰到好处的刘白 从酒寨沟到神仙池 六十多公里的盘山路 要翻过一座四千米的雪山口 去看美景的伙伴 得经过二十八道拐 到达雪山口 在俯瞰走过的路 就像一条红丝带 网友点赞 最美丽的梦境 大概也就是这样 秋天的酒寨沟婉转多情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功啊 让人大开眼界的 还有下边这事 昨天江苏常州一处农场里 一台顶着蘑菇状小耳朵的收割机 在田地里紧着忙活 仰看倒幅的稻子 也能立马被它收割 可在一桥驾驶室 竟然空无一人 你没看错 人工智能 远程控制技术 在稻田里大显身手 实现了无人驾驶 奥秘就在蘑菇状的小耳朵里 工作人员用手机 就能发出指令 实现远程操作 当地建造无人农场 从插秧到收割 用的全都是无人机械 公众管收 全都实现了无人化 专家说了 无人农场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仅效率更高 损耗也更少 网友点赞 科技改变生活 未来已经来临 简直太牛了 最近国家铁路局 发布铁路旅客运输 规程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这里面就提到 说年满6周岁 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 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 年满14周岁的儿童 应该购买全价票了 每一名持票的成年人 旅客可以免费 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 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 儿童乘车 超过一名儿童的时候 超过人数应当购买 儿童优惠票 未实行车票实名制的 身高达到1.2米 且不足1.5米的儿童 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 身高达到1.5米的儿童 应当购买全价票了 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 可免费携带一名身高 未达到1.2米 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 儿童来乘车 超过一名儿童的时候 超过人数应当去购买 儿童优惠票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丸重9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富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义气 止咳平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网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没有蔗糖 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 减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上了年纪 身体越来越虚 别管了 飙痛 就别管了 失年 连孙子都带不好 精神不好就别管了 你这是体虚引起的 吃这个 百年胖 这是明朝的老方子 一天一盘 专门治你这个 腰痛失眠的老毛病 需要他们 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传承百年补须方 腰好又能顺着香 百年当牌 顾本严明丸 大自然治疗 咱们接着关注国内的疫情 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48例 其中黑龙江19例 内蒙古10例 甘肃9例 山东3例 宁夏3例 云南2例 北京1例 江西1例 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黑龙江黑核疫情自10月27号报告以来发展迅速 根据目前流调和病毒测序的结果 本次疫情跟近期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的本土疫情均无关联 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病毒引起的疫情 目前新增病例主要是通过全员筛查和主动就诊来发现 提示当地已经发生社区传播 并存在扩散外溢风险 今天起黑龙江七七哈尔全体市民群众 离开市域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七七哈尔市火车站 公路客运站 机场出站的旅客 离开本地及各公路卡点离开市域人员 必须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七七哈尔市已经全面进入应急状态 今天零点起 哈尔滨市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包括行政区域内全部人员 均需进行核酸检测筛查 确保不漏一人 未按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 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 北京近期新增报告病例均来自管控人员 暂未发现社区传播和疫情扩散的迹象 疫情形势总体是趋于平稳 北京市针对集中医学观察人员 家中宠物无人照料的问题 在征得业主同意后 将在上门采集检测后 转运到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寄养 目前正在开展寄养需求摸牌统计 制定了无人照料宠物转运流程和管理方案 将由社区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配合医疗机构做好宠物的转运工作 再来看河北省 今天河北石家庄申泽县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 无症状感染者有一例 石家庄申泽县今天发布紧急通告 全体居民就地隔离 一律取消聚餐聚会的活动 提倡红事停办 白事减办 宴会不办 全体进行核酸检测 昨晚江西上扰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昨天凌晨 上扰千山县人民医院报告一例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警示疾控中心复合核酸阳性 专家会诊之后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轻症患者 根据江西省卫健委的消息 昨天一名从千山县返回九江市财商区的人员 核酸检测是阳性 是葛仙村度假区的工作人员 为千山县确诊病例的同事 看着每天都有新增的确诊人数 伙伴们这个心是不是又低落起来了 这一轮疫情啥时候能够结束 在昨天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介绍说 近期国外疫情仍处于较高流行水平 部分周边国家疫情快速上升 我国外防输入的压力持续加大 截至10月29日24时 近14天内 全国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或无症状感染者 当前疫情仍逞快速发展态势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要全力推进各项防控措施提制提速 要充分发挥核酸检测和流调队伍作用 确保风险人群及时有效排查管控 坚决做到应格进格 现实隔离 规范隔离 严格社区风控人员足不出户 及时切断疫情传播链 尽快控制疫情波及范围 要针对老年患者较多的情况 一人一侧精准实质 提升医疗救治效果 要严把外防输入的各个关口 坚决防范新的疫情输入 要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10月29日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2亿6222.6万几次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 10亿7038.6万人 在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负责人 介绍说 本轮疫情呈现出了点多 面广 现场的特点 其中内蒙古俄基纳其疫情 扩散外溢风险已经有效管控 疫情社区传播态势 基本得到遏制 从目前疫情发展的态势看 内蒙古俄基纳其 自10月25日以来 连续4天未在发现 疫出外地的病例 疫情扩散外溢风险 已有已经有效的管控 当地近日新增病例 主要从集中隔离点中发现 前期各项防控措施 成效开始显现 疫情社区传播 基本得到遏制 湖北 湖南 四川 贵州 陕西等省份 连续4天以上 没有新发病例 北京 河北 山东 青海 宁夏等省份 疫情基本平稳 江苏省近期的病例 主要从集中隔离点发现 各别地区在社区筛查中发现的零星病例 下一步将加快对感染来源调查和传染源管控 尽快切断社区传播的链条 黑龙江黑河疫情 自10月27日报告以来发展迅速 根据目前流调和病毒测续结果 本次疫情与近期 内蒙古 甘肃等省区的本土疫情均无关联 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病毒引起的疫情 目前内蒙古 俄吉纳旗 滞留的游客转运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 接着到昨天的12点 俄吉纳旗累计向低风险地区 转运滞留的游客7650人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 以及阿拉善盟的阿佐旗和阿佑旗 共同担负起滞留旅游客的 集中健康检测接收工作 昨天 国家卫健委医症医管局 监察专员郭艳红表示 本轮疫情由老年旅行团来引发 人员流动的范围广 涉及老年患者是居多的 60岁以上患者占比达到了40% 而以往疫情当中 60岁以上的感染人群的占比 是在18.5%这样一个平均比例的 这也是本次疫情重症比例 叫历次疫情偏高的最主要的因素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 本轮疫情暴露出一些地方存在 思想上松懈麻痹 常态化防控应急准备不足 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薄弱环节 随着天气在转冷 周边国家的疫情流行加剧 全国特别是口岸地区 应进一步的严格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高风险人群筛查和壁环管理 强化疫情监测 及时采取果断措施 严防出现多点爆发流行的局面 目前咱们国家多地已经开展了 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 那么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以后 人体的免疫水平会有多大的提高 能不能应对不断变异的病毒毒株呢 目前从国内外研究的结果来看 应用新冠疫苗之后 它的抗体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现了下降的一个情况 加强针 就可以通过增加接种疫苗的剂次 可以快速提高抗体水平 目前我们研究可以看到 有的灭活疫苗 那么接种完第三针之后 满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测它的抗体水平 和第二针满一个月的时候 测它的抗体水平相比 大概提升五倍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有的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 会增加它的一个保护作用 关于病毒变异的问题 其实目前所有的疫苗 对前期出现变异株 引起的发病都有保护作用 那么特别呢 是对这个重症的保护作用呢 更明显一些 近期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开展 3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关于儿童接种问题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 吴良友也介绍了相关情况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在3到11岁这个人群中的 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与18岁以上的人群 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 目前国药中生 北京所武汉所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和科兴中委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已经破卷在3到17岁 这个人群中开展 紧急使用 我们将继续按照 知情 同意 自愿的原则 积极引导 3到11岁40 无禁忌人群应接 进阶 力争12月底前 完成全程的接种 截至到目前 我们是到29号的数据 已经接种超过 353万的计时 新闻发布会上 无良友还介绍 3至11岁人群 接种新冠疫苗之前 家长应全面了解 孩子的健康状况 并如实提供给接种医生 由医生来判断 是否可以接种 接种过程中 如果孩子过于紧张 家长应该做好疏导工作 避免孩子出现情绪激动 等新阴性反应 更重要的是 3至11岁的儿童 是预防接种的主要人群 新冠疫苗的接种 可能会与其他疫苗 接种时间冲突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遵守两种疫苗 间隔14天以上 接种的规定 当然如果遇到 被动物咬伤 或者有外伤的时候 接种狂犬病的疫苗 和破伤风疫苗 可以不考虑 时间间隔的问题 目前咱们省已经开展了 3到11岁人群接种和新冠疫苗 加强针的接种工作 已经符合接种要求的伙伴们 可以提前到社区 或者是到当地的指定的接种点 来询问 儿童接种 需要带好身份证或户口本 如果有儿童预防接种证 也要同时带上 好 我们看下一条信息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及国大药房 城大方元等药房 共同发起 爱肺行动第三剂 中药补肺丸 健康公益型活动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 朋友正在被咳 痰 喘 慢阻肺 肺气肿 肺心病 慢性支气管炎等等 各类肺部的疾病困扰 现在拨打电话 400-166-4699 400-166-4699报名 审核后 凭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 和肺部的X光片 就可以免费领取中药补肺丸 10天改善量 再得健康礼报一份 不出会定制 制胜香肠组合 香薰果木烤离气肠 精心秘质征熏 入口Q弹 精品农家白肠 传统工艺 百年老方 无色素添加 原汁原味 两种口味 风味独特 老少皆宜 精选优质猪外脊肉 猪后腿肉 20道工序 层层质量把关 离气肠 买5根 纵2根 只需49块8 农家白肠 买6根 纵4根 只需49块8 关注新闻 争钱方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市会 高 真高 实在是高啊 养力方金三七 有效成分 真是高 高 真高 实在是高啊 养力方金三七 有效成分 真是高 黄金产区 土地试金 有效成分高 种子试金 无公害种植 良心是金 健康是金啊 养力方金三七 极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看这里 被鼻牌 鼻宁喷雾剂 中药物化 治鼻炎 喷一喷 被鼻牌 鼻宁喷雾剂 中药物化 治鼻炎 极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看这里 被鼻牌 鼻宁喷雾剂 中药物化 治鼻炎 喷一喷 被鼻牌 鼻宁喷雾剂 中药物化 治鼻炎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六百年前 补肺汤 现代工艺 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丸重九克 如果你 咳 痰 喷 你需要注意 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喷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 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益气 止咳频喷 治疗你的 咳 痰 喷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碗 腰痛 失眠 伤了年纪 身体越来越虚 百年蛋排 顾本延宁丸 一天一晚 专制腰痛 失眠的老毛病 传承百年 补肺方 腰好又能睡得香 百年单排 顾本延宁丸 腰痛 失眠 伤了年纪 身体越来越虚 百年蛋排 顾本延宁丸 一天一晚 专制腰痛 失眠的老毛病 传承百年 补肺方 腰好又能睡得香 百年单排 顾本延宁丸 书筋 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质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推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伙伴们发过来的信息 我不是女神 这位伙伴说 要问我入冬四件套 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按照年纪划分 快到三十岁的我不太适合考地瓜 应该配上棉口罩 棉尾脖 棉帽子和棉大衣 期盼这个冬天 不要太冷 对我好一点 希望沈阳的第一场雪 来得更早一些 你看这个年轻人 人对吃的不太关心 全是穿的 肯定挺漂亮的小姑娘 我觉得 是吧 这伙伴应该挺好看 我不是女神 她挺谦虚的 大家伙 你的这个入冬的四件套 都是啥呀 咱们也发过来呗 给大家分享分享 看能不能借鉴借鉴 在后台等大家 今天中午吃了一碗麻辣烫 真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 在一碗麻辣烫里边 翻过蔬菜 现在我这个宗旨都变了 剩啥不能剩菜 必须吃的一根绿叶都没有 没招啊 你现在这菜是正贵呀 家里不开火不做饭 平时也不买菜 这个小伙伴 可能你没啥感觉 家里爹妈给你做饭 可能还觉得 哎呀 咱家最近伙食这么好 是不 全肉啊 是吧 那你是不知道 现在多让你吃菜 觉得是绝对是真爱 绿叶菜最近可挺贵呀 当然菜价也不光是咱们这边上涨 这个是全国性的 10月以来 全国多地菜价持续上涨 个别的蔬菜品种 甚至身价都翻倍 据商务部监测 10月18号到24号当周 30种蔬菜 平均的批发价格为 每公斤5.62元 此前一周 这比此前一周上涨了12% 其中西兰花 茄子和这个菜花 批发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26.8% 24.7%和24.6% 批发都这价 咱们个市场上 买的那是不是更贵了 是不是 但这也都是暂时性的 每年这个季节啊 都是青黄不接 就这个时候 夏天菜基本没了 秋冬大棚菜还没下来呢 今年还赶上说天气不好 蔬菜延期上市 甚至是减产 菜一少 菜玩物以稀为贵 你们那不贵呗 我看有老伙伴频频点头 这是亲身体验到了 而且不光青菜贵 就连咱们这个东北 每年必囤的秋菜 也涨价 谁家买了 感觉到没啊 当然了秋菜 没有那些个叶菜 涨那么多 但是跟去年比还是贵了 这个不光是 一个人两个人这个感觉啊 最近沈阳市发改委 价格监测局 发布了2021年 沈阳市秋菜价格专项调查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边 是从田间地头 到沈阳市内的价格 全都做了调查和系统 沈阳的秋菜啊 主要还是来自新民大明屯嘛 有名啊 大明屯的这个白菜的价格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0% 到16.7% 直接就导致 沈阳市内的大白菜价格 就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0% 现在一斤是五六毛钱嘛 得呀 是吧 主要原因是 今年秋天下了几场雨 对一些地区的大白菜的产量 就造成了一定影响 沈阳市大白菜 总体供应量减少 价格略有上涨 但大葱价格涨得多呀 由于这个90月份 是大葱生长期 沈阳市连续降雨 光照还不足 导致大葱的生长就缓慢 有的倒幅啊 然后产量下降啊 同时呢 山东地区的大葱也因为降雨减产 价格上涨 一定程度上 带动大明屯地区的葱价 就上涨 现在沈阳的白菜啊 大葱啊 已经进入到集中上市区了 市内的秋菜的销售点 大白菜六毛五一斤 然后大葱得是两块五一斤 两块五左右吧 当然了 每个小区门口价格可能还不一样 现在确实 囤秋菜的是越来越少了 还记得去年 囤大葱的时候 就有人说 这玩意呢 囤一半扔一半 先吃先买就赶摊 结果 去年年底快过春节那阵 现买大葱的都后悔了 那个时候 大葱都将近十块钱一斤 是吧 去年囤大葱的合适了 每年到这个 大概十一月中旬吧 秋菜基本上就卖完了 现在看 还有半个月左右 预计这个价格呢 还是稳中有涨 那好在这个大白菜 大葱这些秋菜的需求 弹性的比较大 不是说必须买的东西 对吧 有人嫌贵 今年不买就完了呗 觉得白菜贵了 自己积这个酸菜不合适 不积酸菜了呗 酸菜想买 啥时候都能买得着 对吧 你像我 我昨天 我前天下楼的时候 碰见三楼的那个阿姨了 在这个走廊里 整了一小杆 一百斤 你看我就属于不买的 但是我人情好啊 我说阿姨你家积菜了 阿姨说是啊 阿姨你家菜味咋样了 等积好了上家来求来 解决了 是否 也没囤菜 也没积菜 跟邻居们打好感情牌 这还是有必要的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总体来说 蔬菜的价格有波动 但对于大伙的生活 不构成影响 过一阵大盆菜啥都下来了 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呢 咱们不用担心 该吃吃该喝喝 千万你可别上火 咱们说说天气 今天这场雨好在下的时间不长 今天晚上也就结束了 明天就要进入十一月份了 听说明天早上有些地方还会出现霜或者是霜冻 明天还得挺冷吧这样 诗涵啊 来给咱们介绍介绍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 我是诗涵 今天沙昂的降水呢 断断续续的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了 伴随着冷空气的到来的温度也是突然的下滑 人们的穿着是明显的加厚了 这会儿来看一下啊 此刻呢 沙昂的降雨还在持续 但雨势呢 已经非常的弱了 提色阴沉 这会儿的凉意也更加的浓了一些 北风呢 也是更加强了 室外的空气都是冰冷冷的感觉 还一说话都带着哈气了 如果说这会儿要外出的话 是一定要穿上厚的棉服来保暖了 明天呢 是新一周的开始 降雨的也会告一段落 各地呢 会陆续转为晴好 或者是多云的天气 冷空气呢 还会继续扒挥它的威力 会从早冷到晚 像明天早期呢 有九个城市的最低温度 将会跌到零度级以下 分别是沈阳 福顺 北溪 银口 复兴 辽阳 铁岭 朝阳 以及红路岛 是在零下四到零度之间 预计呢会出现霜或者是霜冻 其他城市呢是在一到六度 午后的温度呢 这样比今天还会有所下滑 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 依旧会被压制在十度左右 但是呢 北风的风力会有所减弱 全场呢除了像大铃银口盘景 还有五六级的大风以外呢 其他城市会减弱为三到四级 整体的体感呢会稍微的舒适一些 但还是会很冷 外出的话 依旧要多加的注意保暖 那好了 最后来看一下 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你为你就你疼我咋办 抗负面塌面积性丸 三场神经痛 国家说你妥妥的 02431517588 美味双花健康万家 铁西云峰北街 双花旗舰 导晴零下一到十二度 哮喘气管炎 认准咽毒 酒饼根抗负房 02422767676 酱心美味纯香牛肉 蒿苑牛肉 蒸饭 蒿苑牛肉来了 酱心美味纯香牛肉 蒿苑牛肉 蒿苑牛肉来了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一年体 新奇眼科医院 02482562380 明天又要开启新的工作日 我知道不少上班族伙伴 每天睡得挺晚 早上起来还起不来 你平常上班着急 早饭基本是不吃的 或者是路上买点啥 随便店呗一口就拉倒了 就等着中午好好吃个饱了 真得提醒年轻伙伴 经常不吃早饭 可能会诱发胆囊炎 专家就表示了 除了遗传因素外 长期不当饮食 是诱发胆囊炎的关键 包括你是经常不吃早饭 或者是晚饭 长期蔬菜水果 这些比较缺乏的 再喜欢暴饮暴食的 吃油炸食品 动物内脏 奶油啥的 这些都可能增加 患胆囊炎风险 咱们千千万万得上心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伙伴们你们说呢 这个地方以前全是绿地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听说小区要动绿地 居民伙伴不大同意 背后到底有啥问题 稍后一起去看仔细 勇闯天涯全新包装 全面升级 设计更突破 包装更环保 原料更纯粹 口感更纯正 勇闯天涯换装升级 演绎新一代的永不止步 你常常一根烟不拒绝 一包烟无所谓 可是肺部损伤风险 能够增加20倍 你常常咳嗽 气喘 挺一挺就过去了 可是恰恰错过了 慢足肺的最佳诊疗期 肺健康无小事 早房早治 莫忽适 关注肺健康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 长大方圆 中药补肺丸 爱肺行动第三剂 等你参与 咳痰喘 慢足肺人群 现在拨打电话 400-166-4699 就有机会领取中药补肺丸 和健康礼包一份 我是果大药房孙丹 定期检测肺功能 规律作息 勤养护 守护肺健康 我们再行动 输签健健康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推腾 各位伙伴们 平常你不小心 弄破了手指头 或者是哪划伤了的话 你都咋处理的 你看 已经有伙伴立马抢答了 创可贴呀 口不大 出点血 一个创可贴 贴一贴就搞定了 创可贴几乎是居家必备 对吧 不过就这个创可贴 咋贴 这里边有挺多说道 你要贴不好了 还真容易引发大问题 有专家给咱们提示 创可贴包扎不当 可能会导致手指坏死 甚至是截肢 这个事听完之后 感觉后背都发凉 这真不是吓我大伙 我下面说的大伙赶紧要记下来 正确使用创可贴 处理伤口的步骤 第一 使用创可贴之前 一定要先消毒 不是把创可贴消毒 是把伤口消毒 用点符把伤口和伤口的周边 都好好消消毒 这一步绝对不能省略 第二 就是包扎伤口的时候 确保创面干燥 没有感染 如果发现感染都挺厉害了 这个肤化膿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自己在家处理了 得去医院了 别大意 另外创可贴也不是万能的 你像动物咬伤的创口就不行 还有创口是封闭性污染的时候 也不能贴 因为贴上去以后不透气 有一些专门就不喜欢养的 这种叫艳养菌 就在里边就感染 就更容易发炎 还会加重创口损伤 第三个就是一个伤口比较深 出血比较多的时候 也不能用创可贴 因为创可贴的本身 是起不到止血的作用 还有一个 再加一个 就创可贴一般来讲 我们是12小时最多了 就换一个 然后有的朋友就创可贴 贴了一会儿就容易掉 还有就拿皮套什么勒一下 一定注意不能这么干 往往一勒就容易不过血 容易枝端末端的坏死就出现了 所以说创可贴虽然小 但里边的门道可挺大 大家注意 都市会是咱们都市频道 为了给伙伴们找实惠 推出的电商平台 今天都市会给大伙推荐的 物美价廉的好客 营养美味又方便携带 走呗 咱们去看看 没求已至银杏黄了 风也红了 出去玩的人多了 大伙出门最爱带的食物呢 就是香肠 其实啊 即便在家不爱做菜 餐桌上呢 也都有一道香肠 或者手切 或者小炒 非常的方便 今天呢 都市会就给大家带来了 两款香肠 一款呢 是果木熏制的香肠 另一款是 葱姜鲜香的农家白肠 这两款香肠 都深受大家的喜欢 带孩子出来秋有 然后买了一点香肠 非常方便 然后出来带着它 然后孩子饿了 我们打开就直接吃了 非常好吃 我们家经常备这个肠 您觉得这个香肠 吃起来怎么样 特好吃啊 这个口味 我就喜欢这个 果木熏炮这个味 您现在来到的是 这个香肠的生产车间了 对吧 对对对 咱们工作人员 把这个成品的厚的肉 给它分成每一块 大约在150克的重量 它得经过腌制48个小时 才能去制馅 腌制后的口感呢 就会更紧实 香肠会更加饱满 也口痰 这台机器呢 全名叫毁柔机 其实它是一个按摩机 就是把这个肉啊 在这里面反复按摩 反复按摩 让它的味道 能够充分地 入到这个肉馅当中去 滲进去了 对 这个是我们刚刚 换装好的白肠啊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里面 这个原料啊 就是葱和姜嘛 对 现在呢 你离得近一点 就可以闻到一个淡淡的葱香味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哇 现在这锅热气腾腾的这个 浓淡白肠 这已经蒸好了 对吧 现在就可以吃了 哇 肉非常的多 好多的汁水 我来尝一口啊 哇 怎么样 热热的感觉特别的好啊 口感特别的弹牙 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 而且呢 这个里面满满的这种 透和姜的这种鲜香味啊 有种妈妈的味道 对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果木香肠的熏制车间 木立火熏了三个小时 现在呢 这次是还是用果木和苹果 又蓄了两个小时 现在的这一根肠 掰开了以后呢 肉感就非常结实了 咬到嘴里有嚼劲 这一根的颗粽呢 是半斤 250颗 能吃的人一根也吃不了 制作好的香肠 经过冷却 最后一道工具 就是真空了 这个好吃的龙虾白肠 和果木香肠啊 大家呢 只要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 就可以去抢购了 这两款香肠啊 直接吃呢 就很好吃了 还可以用来炒菜 百搭又下饭 果木香肠呢 每根是250克 买五根 赠两根 也就是说呢 七根只需要49块8 农家白肠呢 每根100克 买六根呢 赠四根 一共是十根 只需要49块8 如果大伙两种都想买呢 七根250克的果木香肠 加上十根100克的农家白肠 组合呢 是力减十元 只要89块8 都市会都市会 优惠多多 市会多多 香肠咱都知道 那是居家旅游 必备美食 扫描二维码吧 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底层找都市会 点进去啊 就直接就能下单抢购 都市会定制的 这个制胜香肠组合 伙伴们一定要认准 一进来这个界面 上面有咱都市频道主持人 照片这个 才是咱们聊台 都市频道都市会 大伙儿买到手 那个产品的外包装 和都市会商城图片上的 展示都一样的啊 咨询电话 400-022-9128 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市会 大致鼻炎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书筋建腰丸 传承400年陈礼记制药尖碎 专药专制 腰椎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疼 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高 真高 实在是高啊 养力方金三七 有效成分真是高 高 真高 实在是高啊 养力方金三七 有效成分真是高 黄金产区 土地是金 有效成分高 种子是金 无公害种植 良心是金 健康是金啊 养力方金三七 下面是秋冬加新一 汇暖人心互动事件 看伙伴们给咱发来的信息 小于baby 这位是小伙伴啊 问我过冬四件套是啥的话 作为一个00后女孩来说 应该就是火锅 手机 奶茶 电视剧吧 哈哈哈哈 全是吃的 希望2021年辽宁的第一场雪 早一点下 也祝我2022年逢考必过 初三加油 妥了 你看这个词里边 都是年轻人 热情澎湃 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 跟你说一下 这个悠着点吃 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长胖 太好了 逢考必过 初三加油 我们接着说新闻 沈阳的赵春玉伙伴 家住沈阳市黄谷区 北陵小区 他说 现在他跟小区里的居民伙伴们 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 盯着他们园区干活的施工人员 生怕一个不留神 这些施工人员 就毁了他们心中原本的美好 北陵小区本来是个环境优美 绿化优良 是个鸟语花香的地方 是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让人很痛心 一提就上火 我们三十多年的是槐树 丁香树 特别美的丁香树 每年我们都是一个景 我们都来造像 我们的迎春花开得特别漂亮 而且我们的丁香树 每到一到季节 我们的来拍照的 都到我们的来拍照 特别美 不小心的 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居民们说 他们遗失了曾经的美好 失去才知道有多重要 如今平添出很多烦恼 大约有四个多月了 五个月了 当时他把这边平了以后 我们以为原先比较乱 进行正规规划 可是后来 这都上成像混凝土一样的东西 我们感觉的是不对劲 结果一问 要建成停车厂 这个地方以前全是利率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北边那个 马上也要变成这种样子 我们居民坚决不同意 他说园区六月底 进驻施工队开始改造 听说要改变他们小区老旧的面貌 起初大伙都觉得这事挺好 改造是好事 可是这边把绿地全毁了 变成了这个停车厂 变成灰秃秃的一片贫瘠的地区 这本身这个环境就让人不适合居住了 都30多年 大树都让他们都给推倒的 都发走的 完之变成了所谓一个停车厂 你说我们老百姓 怎么在这居住呢 因为我们这小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都是在七八十岁的 之前我们这个绿地 年纪大的出来之后 可以去到这乘乘凉 或怎么 现在整个都没有 要为大伙服务 这个北陵小区 是全体居民的小区 你不能说为少数人 为了开车人服务 再说现在这个停车 不是说这个业主的车 十架车停在这 你看这货银车辆 前天还有那个大客车 都往这停 他们说发现小区改造 并不符合居民们的心意 他们赶紧求助社区 前天社区来人了 书记 副书记都来了 听了我们的诉求 而且也表示 这杆应该恢复绿地 他们也同意 结果昨天晚上 沥青车来了 往下轻到沥青 进行辐射 这样居民都出来 把这个制止 不允许他们什么做 施工的那个潘经理 当时说 他是说把多余的废料 离时放着 我们说你放着 不要把它铺开 你放在这个该修的地方 我没意见 你这个整个铺 把这个绿化全部破坏 我们不同意 他说 现在居民们时刻关注着 施工队的动向 想要找回 园区美好的景象 我建议这个地方 给老百姓整个绿带 老年人坐着的 完了那停车场 各一排一车 现在咱这种天天 三十多台车 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我希望变成绿地 因为这里都是 年纪大的老人 出来进去 有个环境 有一个环保 希望恢复绿地 不能这么建停车场 我家也有车 但是我不能用我个人停车 这是建停车场 北陵小区的居民们说了 把这个绿地 变成停车场 这个事他们不能同意 不过到底他们是打哪儿 听到这个风声的呢 居民们说了 是施工的工人们说的 而且现在呢 已经有施工完的地方 停了车 那到底这些原有的绿地 做了硬覆盖以后 是做啥用的 面对居民们的 这个反对 施工方和施工的 甲方单位 又是什么态度呢 最关键的是啊 这个施工 到底甲方是谁呀 他们知不知道居民们 这个反对 把原有绿化带 变成硬覆盖呢 带着这些个问题 记者第一站 就赶往了社区 他说居民的意见 他们已经第一时间 向上级部门进行了汇报 我跟咱副书记也到现场 了解这个情况了 包括这个街道的 这个城管科的 这个科长也来了 也了解这个情况 然后咱们 是什么态度呢 我是什么态度 我就是说的 我肯定是站在居民这个角度 我把这个所有的问题 要反应到上边 对吧 就是居民事儿 肯定是没有小事儿 就是不管谁改造 就是肯定这个工程 得让居民来满意 对不可能说 你改造完之后 你所有一个居民 因为不满意的都白改了 到底小区绿化部分 被硬覆盖 是否是改造工程的一部分 社区马主任帮忙联系到了 施工方负责人 我们有合同 有图纸的 因为我是正常的按照合同和图纸去施工 因为我的话也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乙方 施工单位 所以说具体这个怎么规划 怎么做 具体怎么弄 我只能是听从合同和图纸的安排 甲方是黄孤区房产局是吗 不是不是 甲方是街道 事情出现了反转 项目的甲方竟然是社区的上级单位 随后记者联系了 沈阳市黄孤区新乐街道 就说实际上在整体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我肯定也是根据一些组织上的要求 就是老旧小区立地面积比较大的时候 是有一些弊端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曾经的 有等级物业的园区里的 有物业的就是有立地的 它是有浇水的这种设施的 也就是说它地下都要埋着水管的 对吧 老旧小区是没有 所以面积过大的潜艇下呢 在维护起来难度很大 然后就出现什么情况了呢 就老百姓失大乱箭了 就是门前门后种菜的 大的一些 因为不是很规整的那种有规划的种的 虽然绿地面积很大 但是很脏很乱很差 而且我流出绿地面积过大的话 就是这次施工之后 一定会出现第二轮的四大乱电现象 所以我们采取了这种铺射硬覆盖 但是并不像老百姓认为我铺完硬覆盖 就是一定要有车停 一定要没有这个打算 他说居民们肯定是误会了原有绿化部分改造后的用途 他们本打算明年会在原有绿化部分 安装健身器材 针对社区马主任说 工程甲方是房产局的说法 他也做出了解释 杨泽说老旧小区改造都是 各个区都是委托房产局来作为甲方 进行招标来进行的 然后在进行过程中就发现了 我刚才说了 说好听点就绿化 说难听点就是没考虑进去 因为时间也比较紧 这样就是当时就委托我属地了 就让我政府办的这个 接到办事处来负责了 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的区里又觉得 我一个办事处来管一个项目 我既没有专业人员 也没有这个资质 所以在区里又调整了 由房产局具体对这块实施了 也就是我已经不参与了 但是说实话 刚才为什么工程方说还是我们 因为之前有一段是由我负责 我们跟他签协议了 孔主任说 居民们所反映的意见 他们会高度重视 那我就请求商机部门研究 如果商机同意我们就恢复 真是一波三折呀 既然是尊重居民们的感受和意见 那是不是应该把问题提前 就向居民们做一个解释和说明呢 在征求意见以后 再制定施工方案会更好一些 也希望北陵小区绿化带改造的问题 能够妥善解决 改造的最终结果能服务于民 让百姓们满意 咱们新闻中前方也将继续关注 好 看看时间今天咱们先说到这儿了 明天晚上四点五十 钢子跟伙伴们接着落 好了 咱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